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夫妇正在招工 于是就上前搭话 这时夫妇就让大傻去帮忙招工 转眼大傻就举着招工牌来到了广场 很巧的是 这时看到了找朋友的翠花并上去打招呼 谁知道翠花的朋友暂时联系不上了 大傻就给他推荐了这个工作 因之前是认识的 没有多少防备也就答应了 招工的夫妇看到大傻找到了工人 很是开心 就请他们大吃了一顿 不沉想 喝酒喝着喝着就晕倒了 待翠花醒来时已经被卖给了二道人贩子 此时大傻得知把翠花卖了 就把大傻给杀了 为了逃命 大傻要求帮他们工作 一再的哀求下 夫妇俩同意了 卖掉了翠花并带上她 为了过夜 他们来到了一家旅馆 大傻越想越不对劲 想折回救翠花 毕竟翠花是因为她而被别人拐卖 趁着夫妇睡着 拿走了夫妇所有的钱 一个人骑着车赶去了翠花那边 此时翠花正在被一个臭流氓欺负 可是当她强行行事时被一脚踹到了小弟弟 另一个流氓冲了进来 对着翠花就是一顿暴揍 好在这时大傻赶到了 就走了翠花 两人拼命的逃跑 半路遇到了一道子人贩子夫妇 并将两人抓上了车 另一方面 二道人贩子的老大也赶来接上了两个流氓 追着夫妇他们一伙 二道贩子追着拦在了夫妇一伙的前面 他们认为夫妇俩是将翠花卖给了他们 然后又叫人偷走了翠花 在进行第二次交易时 双方发生了争斗 此时大傻为了让翠花赢得逃跑时间 抱着了二道贩子的老大的腿 最后被石头打晕了 而翠花奋力的逃跑跑到了悬崖 临死也不让人玷污 跳了下去 转眼夫妇和大傻被二道贩子抓了起来 一伙人无处杀气 看着一道贩子老婆有几分姿色 并进行了黑羞黑羞 黑羞之后又卖给了一个胡子大汉 而跳入悬崖的翠花命大没有死得了 跑到了马路上 被一个大叔救走了 并报了警 此时一道贩子在厂房内 也成功的解脱开了绳子 当流氓进厂房内时 一道被刺死 并和另一个流氓扭打在了一起 随后在二道贩子老大的一身枪吓击毙了 大傻见此机会也逃了出来 并开着一辆摩托车逃离了现场 可还是被老大追到了 就当准备射杀大傻时 警察赶来 抓走了人贩子 故事最后 翠花和大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不要妄想天上掉大饼 不要和陌生人接触 毕竟人心隔肚皮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